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P2C口编程的一个重点 就是条件判断语句 条件判断语句在逻辑编程语言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类型 这种语句呢,根据条件的不同而执行不同的分支结构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P2C口中条件依据的语法结构 实际上是有三种,我们分别来看 首先看一下第一种,If Expression就是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的结果为True or False 不管它多复杂,总之它的结果是True or False 如果为真,则执行这个,否则不执行 记住,If之后一定要跟着End If结束整个条件判断语句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写一个这样的程序块 D,Clear,Ex,Int,Begin,End 接下来,Cnect,Count,Cin,Into,Ex,From,Yen,P 接下来,If X大于0为真的话 Then,DBMS,Output,点,Put,Line,X大于0 或者说员工人数大于0 OK,来执行一下 好,为什么会报错呢 因为Eve语句没有跟着End If来结束 好,现在我们补充上End If,执行一下 成功输出员工人数大于0 因为本来X的值是14嘛 所以它肯定是大于0的 那好,这是第一个Eve结构 Eve只是叫做单路选择 单路选择 如果大于0,就执行这句话 如果不大于0,就什么都不执行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学习 Eve语句的第二种结构方式 除了Eve和End If之外 中间还多了一个Else Eve就是如果为真怎么做 否则Else,执行Else之下的语句 好,执行完毕之后 End If 这是由两路选择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好,接下来我还是用这个来改吧 If X大于20 大于20 没完 Else dbmf 小于等于20 不是大于20,就是小于等于嘛 好,接下来执行 输出员工人数小于等于20 OK,14的确小于等于20 好的,这个就是Eve,Then,Else 怎么怎么做,End If的这样一个选择结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多重选择结构 多重选择结构就是在If和Else之间增加了 Else If 好,这里写错了 不应该有这个E的存在 是叫Else If Else If可以出现多个 可以出现无数个 也就是说 我这里出现了多重选择的情况 才会使用IfElse If Else If Else 最终有一个End If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种多条,多重选择语句 是在实际中是怎么样应用的 现在呢,我已经把刚才的代码改装了一下 如果X大于20 则输出员工人数大于20 Else If 再如果X小于等于20 And X大于等于10 就是Then DBMS Output点Put那 员工人数在10到20之间 好,既不满足大于20 也不满足小于等于20 且大于等于10 那么才输出员工人数小于10 执行一下 输出的是员工人数在10到20之间 这个就是多重选择结构 Else If Then 好的,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异服语句的三种形式 我们就介绍完毕了 接下来条件判断除了 If, Else, If, Else And, If之外 还有一种条件选择 叫做Case When 好,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实例来看一下 Case When 是如何具体应用的 我还是把刚才的 这个CNAC的抗得心 Into X来判定这个X的值哈 固员的总人数 只不过这个时候 我把它改成了 Case When 好, Case是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好,万一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请记住Case之后 一定要跟着 And, Case 分号做结尾 好, Case When X大于20 Then 怎么怎么样 When X小于等于20 And X大于等于20 Then 怎么怎么样 好,最后也有一个 Else 当我执行这段话的时候 它的效果 是跟我之前写的 If, Else, If, Else 是一样的效果 Case One呢 除了实现这种范围的比较之外 好,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比方说 我把X写在前面 好,那就不能做范围比较了 When 10 怎么怎么样 When 14 怎么怎么样 Else 怎么怎么样 好 运行一下 因为我这个地方 Count星肯定是14 所以它会执行这个 好,会执行输出员工人数 在10到20之间 这个Case One的用法 跟刚才的Case One有啥区别呢 第一Case之后 紧跟着的是一个表达式 你说变量也好 表达式也好 好,然后呢 这个变量 或者是表达式 它跟问之后的这个值 进行等价比较 看是否等价于 如果不等价于就走下一个问 还不等价于就走 Else 好的 这个就是Case One的第二种用法 好的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PLCQ的这个条件语句 就已经介绍完毕了 我们会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中 大量的 会大量应用这些 If Else 或者是Case One 请同学们下来以后 要仔细去看一下它们的区别 而且多应用 一定要多用才可以 好的 那么我们本次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课再见